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玻璃被震碎 还有其他损坏 爆炸原因目前仍不清楚 并且目前以色列及黎巴嫩的宗教团体真主党均否认与此事有关 根据一些当地媒体报道说 爆炸发生在港口一处储存烟火的库房区 黎巴嫩目前正处在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之中 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边界的紧张关系也在升级 贝鲁特省长马尔万阿布在现场讲话时不禁哽咽哭泣 他把这次事故比作广岛长崎市国家灾难 黎巴嫩总理哈桑·黎阿布已宣布五日为国家哀悼日 并寻求国际援助 此次爆炸事故的责任人必将付出代价 黎阿布说 俄罗斯卫星网消息称 总理的妻子及女儿也在此次爆炸中受伤 黎巴嫩长强党领导人纳里贾安在爆炸中丧生 爆炸事故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以色列军方称 现在是超越冲突的时候了 表示将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和医疗援助 克里姆林公称 俄罗斯总理普京就贝鲁特爆炸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 向黎巴嫩总统表示哀悼 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 伊朗随时准备为黎巴嫩提供任何必要援助 埃及总理塞西发表声明 对此表示哀悼和同情 美国国务院称 正与黎巴嫩展开紧急合作 调查是否有关美国公民在贝鲁特爆炸中受到影响 德国外交部称 爆炸造成德国使馆工作人员伤亡 有关此次黎巴嫩贝鲁特爆炸事故 当局正在紧张调查之中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最后 让我们向全体黎巴嫩受到此次爆炸影响的人们 表示衷心的哀悼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